公车转弯时因为车体庞大 AB柱造成视觉死角的关系 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但有了ADA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司机就能轻松掌握车辆四周状况 有效提升行车安全 为注意车前状况的部分 大概占了32%左右 那变换车道不当18% 那第三的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10% 希望透过装设ADAS设备的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去减少去防范去试警 这60%的事故的发生 此外还有车门防夹装置 如果不小心夹到乘客或没有完全关妥 警示音会持续响起提醒驾驶员 以保障乘客上下车安全 目前台北市已有九成3015辆公车安装 预计明年5月底前全面安装完毕 比如说像它那个有一些 在转弯的时候 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死角 那它如果说在死角里面有一些障碍物 或者是人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个警示音 那驾驶听到的话你就要去注意 所以这个还是人跟设备之间要互相搭配的 台北市交通局从106年起 就开始示办ADAS系统 经过评估成效良好 决定扩大补助公车业者全面安装 目的就是希望减少事故发生 提供民众更安全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 记者邮箱厅台北采访报道